108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桌球锦标赛 26号一早是在台东县利体育馆开赛 来自六都以及各县市议会进千位选手来争取佳击 众所瞩目的首长组单打赛事 经过了激烈的失杀之后 是由高雄市的议长许昆源夺下冠军 写下个人的新记录 来自六都及县市议会进千位选手 齐聚台东县利体育馆 切磋球季交流轻衣 每年举办一次的全国议会议长杯桌球盛会 由各县市议会轮流主办 今年由台东县议会取得主办权 26号上午首先由台东县副议长林从瀚 与高雄市议长许昆源进行开球仪式 随后宣布正式开赛 欢迎各位来到台东 参加全国议长杯的桌球比赛 期待大家以桌球为好 让彼此各方面的团结精神能够展现出来 预祝大家今天有好的成绩 加油 竞赛分为14个场地同时进行 各议会选手 你一来我一往互不相让 场面紧张刺激 经过一番厮杀 首长组单打赛成绩出炉 曾连霸四届冠军的高雄市议长许昆源不负众望 勇多首长组单打冠军宝座 27号将登场的赛事包含议员及职工单打男女组 以及各议会团体组赛程 预计在下午将举办颁奖闭幕 记得萨佳慧台东市报道